什么叫气质病所 什么叫天真地 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讲 所以你这个气质病所 并不是让你说 你在公孙这个地方感到酸麻胀 而是你要给他这头痛的话 头会感到酸麻胀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气质病所 那就说 我们这个针扎到这个穴位上 能使他的感传 向着有病的方向走窜 这就算达到气质病所 咱们不是有一个六种学歌吗 大家知道吗 是吧 腰背伪中求 杜虎三女流 杜虎三女流 头腾群列迁 面口和骨收 酸腾群阿世 是胸位内观谋 是不是 那就是说 就是说这些个学位 都可以达到这几个部位的病 这就是一个气质病所的一个道理 但是 它并不是说 咱们就是说吧 面口和骨收吧 咱们讲这个 是吧 因为我们面胎 是吧 那么呢 我们就是配合骨 但是你配合骨呢 那么你合骨这儿 酸麻胀 那你不一定 你要达到气质病所 一定要让它酸麻胀 反映到这个面部 是吧 说我这个右侧面胎 我扎右和骨 这儿就酸麻胀了 左侧面胎 我扎左和骨 这是酸麻胀了 那不行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赛坐的 有没有这本质 我们这个本质 我扎这儿酸麻胀了 没有这也酸麻胀 不可能 你想啊 你过几关呢 这儿和骨吧 万关 肘关 尖关 和关 你们大家知道吗 是吧 面都到达这儿 是吧 如果你扎了和骨 你的酸麻胀肝 已经到达 气质这个部位 这就达到了 气质病所 就达到了气质病所 因为经脉本身 它有精气 还有精水 知道吗 就是说你把这个穴位 扎在这个经脉上 那么它的精气 推动 精水 向前走动 它气到了 就达到了气质病所 说肚骨三里流 说我扎上狗三里 哎呀 我肚子痛啊 特别难受 一扎苏三里 还有这苏丹的 又长又麻 一下 好的手法 过气了 过气了 好了 这就达到了气质病所 为什么腹部疼痛 我为啥竹三里 它肚子就不疼了 就缓解了吗 不是你这个酸麻胀 到了这个腹部了 而是你受到这个穴位 它通过经济 推动精水 达到的气质病所 你腹部就缓解了 不可能你竹三里 又酸又麻又胀 结果肚子跟着又酸又麻又胀 怎么可能呢 是吧 你看能过的气关就很了不起了 这个宽关不是很容易过的 所以为了气质病所 不是你扎哪个穴位 有什么真感 你有病的部位 就有什么真感 达不到 是不可以的 但是 只要是你所选举的穴位 治疗你的某部位的疾病 那么你的真感 已经向着你有病的部位走坏 这已经达到了气质